北民有生 我有一座恐怖屋 第三十五集 为了给高如雪报仇 法医学院医学生组团到陈哥的恐怖屋里拍搞笑视频 一行欺人熊啾啾地进去 最后却被吓得抱头鼠窜 只好灰溜溜地被陈哥送了出来 可就在陈哥找到最后一名学生贺峰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发生了意外 只见贺峰抓住墨椅 好像正在和什么东西搏斗一样 等到他折腾累了 瘫软在地上 这才缓了缓身 有气无力地支着卫生间 镜子 镜子 简简单单两个字 却好像拥有独特的魔力 听着陈哥脸色微变 连忙将贺峰拖到床上 自己进入了卫生间当中 墙壁上的镜子已经被砸碎 玻璃碎片散落的到处都是 之前贺商昏倒以后 陈哥用黑布遮挡了鬼屋里的所有镜子 这才风平浪静了一段时间 现在新场景开启 他一时失察 结果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对于任何娱乐事实来说 一旦被贴上存在安全隐患的标签 想要继续经营下去就会变得很难 这一点陈哥非常清楚 他捡起地上的一枚镜片 看着碎片里的自己 必须要尽快解决掉这东西 其风黑白 人有善恶 鬼怪也是同样的道理 镜子里的那个东西 对活人带有明显的恶意 这一点陈哥能感觉得出来 他具有极强的攻击性 或许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鹤山昏倒 鹤峰被吓得砸碎了镜子 这两起意外事故 给陈哥敲响了警钟 让他产生了紧迫感 用黑布遮挡镜子不是长久之境 镜子里的东西 已经成了鬼屋快速发展的一个阻碍 除了镜子被砸碎 卫生间里 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东西 陈哥转了一圈后 走了出来 抓紧手里的铁锤 坐在鹤峰旁边 你能告诉我 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休息了几分钟 鹤峰呼吸终于顺着 但是他的脸色 仍然苍白地吓人 我也说不太清楚 没事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陈哥注视着鹤峰 与鹤山直接被吓晕不同 这一位的心理承受能力 明显要强出许多 至少他敢于反抗 我当时 被你们工作人员追赶 情急之下 就藏进这个房间了 一开始也没事 但后来 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在叫我 他喊你的名字了吗 没有 不过我能感觉到 他就是在叫我 那声音就在这房间里 我找了好久 才确定了声音的源头 说到这里 他眼中巨异变得更浓了 声音是从卫生间的镜子里传来的 我好像能听到 但是 又听不清楚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只知道和我有关 后来呢 后来 我就站到镜子前面 想弄清楚 这究竟是什么原理 我试着把镜子拆下来 可是当我触碰到镜子后 那响在我耳边的声音 一下子变大了 脑子开始有点不清醒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越来越觉得 不像是我 赫风说到了关键的地方 他心有余悸地扫了一眼卫生间 似乎那里藏着什么怪物 随时可能会跳出来一样 我自己站在镜子前面 镜子里映照出的人 竟然不是我 正常来说 我肯定会感到害怕 想远离 但是最让我现在想起来 感到后怕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 那个时候 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害怕和畏惧 一切都好像再正常不过 我的身体 开始朝镜子倾斜 连几乎都要贴到镜子上了 我可以清楚看到镜子里的那张脸 也在向我靠近 明明是完全相同的长相 它却让我觉得十分陌生 我也说不出哪里不对 但总觉得 镜子里那张脸不属于我 思维越来越混乱 大脑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我的手 却直接按在了镜面上 我感觉自己 想要钻进镜子里 也不对 似乎是我被关进了镜子里 努力想要出来 在做噩梦节日常任务时 诚哥也有类似的遭影 回看手机录像 他的身体当时 就是在慢慢朝镜子倾斜 那你后来又是怎么摆脱的呢 赫峰给诚哥给出了一个 意料之外的答案 还是因为镜子 我那个时候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脸快要贴到镜面上的时候 突然通过镜子 看到我身后躺着一个布偶 布偶 对 和我在楼内其他房间 见到的布偶一样 巴掌大小 还缝着胡子 身后 突然多出了一个布偶 我心里开始害怕 恐惧好像火一样烧了起来 我脑海中当时就一个想法 赶紧离开 但是身体 却不听我使唤 一直和身体开始搏斗 感觉就跟鬼牙虫一样 赫峰说得很平淡 但是诚哥却能听出其中的凶险 再往后 我突然听见了二楼赫山的叫喊 一下子 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好像梦醒了似的 我甚至害怕到了极点 所以顺手就抄起椅子把精疲给砸了 你这恐怖太吓人了 我都忘了自己是在鬼屋里参观 说到这里 赫峰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朝着诚哥摆了摆手 我和你说这些 都是真的 绝对没有故意夸大 推卸责任的意思 镜子我会原价赔偿的 镜子不用你赔 你没有受伤对我来说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你看到的那个布偶现在在哪 好像被我踢到了床底下 那也是你们的道具吧 不好意思 掀开床单 诚哥把身上印着脚印的布偶拿出 帮其打掉灰尘 你应该谢谢这个布偶 刚才是他救了你 额峰往后缩了缩 脸色越来越苍白 他觉得眼前这个鬼屋老板 不是太正常 但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破旧了我 好吧 多谢 我现在能走了吗 穿着染血的医生制服 手中抱着破旧的布娃娃 成个歪头打亮着眼前的大学生 如果我告诉你 你刚才经历的一切都不是鬼屋道具和特效 而是真实存在的 你会不会相信 可怜的鹤峰接近一米九的身高 此时像个小姑娘一样抱着腿缩在床脚 一脸的无助 那你觉得 我是应该说相信呢 还是该说不相信 陈哥心里略有一丝失望 他刚才之所以会问出那个问题 是因为他从鹤峰身上发现了一个常人不具备的闪光点 在布娃娃的提醒下 鹤峰可以凭借自身意志和镜子里的怪物僵持 他的意识要比普通人坚定许多 就算面对未知的鬼怪也没有服软 这是陈哥欣赏他的地方 如果有可能的话 陈哥希望和他交个朋友 一起来处理一些灵异事件 比如说对付镜子里的脏东西 可是鹤峰并没有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而且现在这个一米九的汉子 被吓得像个小姑娘一样 抱着腿蜷缩在角落里